今天我们在小区的南部转一转 再看一看 每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走到这家 看这家的彩灯特别漂亮 看今天这家有没有人 过去问一下 这边又有回来的 你们好啊 好我这边看看 这边家里有没有人 你们好 家里有人吗 这家有个狗 他们家这个灯笼啊 哎呦 这么大一条狗啊 真是厉害 这个狗一看 不叫不叫不叫啊 你家主人呢 主人呢 哦你好你好 大家好 我看您家 这个什么 这个门口就是 刚放的边炮啊 什么时候放的 是今天放的吗 哦这一地桃红啊 哈哈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银滩啊 我们去年 去年住了快一 三月底 三月底 这不快一年了 对对对对 怎么样 住的还行吗 相当好 相当好 空气好 空气好 睡得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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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你的口音好像是 是是北京爷们儿吧 就是北京的呗 北京的啊 哦 你们北京人在银滩真不少的 对对对 好像不少 原来不知道这是挺好的 在这还是挺好的 你买这房子买多少年了 十四年了 十四年了 哪一年开始住的 就是退休之后 今年退休的 今年退休 过来就住这 我因为每次路过 咱们散步路过你们家门口 你们家这个灯啊好亮呢 然后你们家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里面有这个叫花灯是吧 还转的圈 特漂亮 过节了吗 过节了 很有气氛 因为咱们小区里 这个有气氛的还不多 是吧 这有瞎玩吗 瞎玩是吧 这儿挺安静的 挺安静的 哦 那你们在这儿过孙节不寂寞吗 不寂寞 挺好的 邻里都一块走走 邻里一块走走 街坊四林的 还还都是 像这家吃过饭 那家喝个酒 喜欢喝酒 这个 你们家是怎么 这个取暖的 空气能 空气能 去年来了之后装的 你们来以后装的空气能 装空气能花多少钱 两万四 四匹的 四匹花两万四 洞您大不大 关着窗户应该还可以 关着窗户睡得着觉 有点声肯定的 比空调的声音是不是大点啊 略微大一点也没觉出来怎么着 没觉出来怎么样啊 关键是现在已经是 年都过了 你们这使用情况 今年第一年用是吧 差不多一个月就是六百块钱吧 一个月六百块钱 就全家上 反正连电什么在那 在他那 就是说家庭用电 空调 冰箱 没有空调吧 不用空调吧 现在还没有空调吧 就是空气能 然后家里的电器还用 烧水器 肯定要用电 做米饭的那些 全用 都用它 都有电饭包 都靠电 然后一个月六百块钱 那费用真不高啊 六百的话 一个季度 一个过暖季 四个月的话 四个月二十四 两千四 就算五个月的话 也不够三千块钱 对对对对 三千块钱搞定 你想温度高就高 就我们俩人 就不愿意 就是不愿调表 白天往下调 可能还能省 还能省点 几十块钱 像您家一般温度 稍到多少度啊 二十度左右 二十度左右 不冷吧 二十度以上 你知道吗 零下十多度说 你就不调表 也就是零下十八度多以上 零十九度吧 就是温度是能达到十九度 对对对 或者要是烧一烧 就是二十度 对对对 希望提高了 就是二十度 我看刚才过来说 您家有一个大狗啊 对 关了楼道里去了 那狗真好 是什么牌的狗啊 牌什么品种 你能够笑话我 说你这问狗 问什么牌品牌 马犬 马犬是哪个国家的 是比利时的 比利时的 比利时的挺多 哦 看来是个好品种啊 那那个 那马犬 这个好带吗 还行嘛 但是现在就是挺好的 因为小嘛 哦 多大 九个月了 九个月 很圈皮 挺喜欢养个狗 我丑的好像 你们家 好像有鸟笼子 好像 养了几个鹦鹉 养鹦鹉 挺喜欢那些小 小动物 养鹦鹉 养鸟 这个北京老爷子 一般都喜欢养什么玩的 就是 蹄龙架鸟 对 蹄龙架鸟 喜欢玩这些东西 我以前认识一个北京大哥 叫郑大哥 喜欢养个郭郭 郭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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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这位 这位无锡朋友也过来了 算你再参观参观 抽烟啊 抽 哦 我这个没好意思 让你 我这戏 你可能吃得很美 哦 我还以为你不是地了吗 无锡大哥你家怎么去哪呢 我家那个空调 空调温度能多少度啊 空调温度 现在不开空调22度 不开空调22度 你家几楼 几楼 也是一楼是吧 那还真行 那你家也不开空调的话 也能 不开空气能 恐怕也能温度很高啊 他才不是那么高呢 低不下15 6度 低不下去 西边 哦 应该 这阳光好 对 西边阳光好一点 你 你西边 这边也照 这边也照 哦 西边好一点是吧 哎呀 咱们这个银探这些邻居们真好 不论来自天南地北的 在一起啊 你看 哎 今天 乐呵呵的 这是环境也好 空气也好 还住着也舒服 住着也舒服 就不愿意回北京了 对对对 真不愿意回去了 真不愿意回去了 那你狮子 在这里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啊 原来胸口堵的话 胸口堵的话 痰多 痰多 血压高 糖尿病 全有 现在基本上 反正你说没有咱也没检查过 反正比原来舒服多 药呢 不吃了 不吃药了 以前大哥吃药吗 吃吃吃 吃药 那是没有 现在不吃药了 不吃了 大姐有什么体会没有 我还可以吧 一直身体都 一直挺好是吧 对 不吃药 不吃药 还行 看来这个 在银滩过了不吃药的生活了 真是 这普遍有这种反应 那你们觉得 这个银滩这个地方 有什么地方 不足需要改进的地方 有 那就是咱们前面呗 你买 那个咱们买房的时候 不是 他的承诺 就是前面的海滨公园 都能跟着上套 现在正改建的 已经建 十年 十多年了 现在 十多年 一直没有实现 现在实现了 马上就实现 因为已经把这个养殖户 已经搬移 就是迁出去了 这个公园 已经地形平整完了 估计今年差不多了 今年2023年 今年几月份 我估计差不多能够进工了 十月份 十月份 将来咱们出了门 就是大公园 你就多好啊 海边溜溜弯 那更舒服了 是吧 房钱肯定得涨 房钱肯定得涨 您是这样觉得 涨多少 涨个十万八万的 应该可能 好多人都是这种看法 所以现在打听 买房子挺多 尤其你们北京人 高铁也快到家门口了 这不挺好的吗 挺好的 你看瞧病 这儿瞧不了 回北京 也几个小时再回去 对 瞧病 这有一种说法 说到这来怎么不怎么得病了 就医院用不着去 好多人担心 到这医院 医院团队差一些 他们说医院好多 就是说 去的人少啊 但反而 反正我去过医院 很亲近 看病的人比较少 而且服务挺好 一去了以后 你想做个什么玩意儿 就是几分钟就给你搞定了 不像在城市里 那排队 那真是麻烦死了 看个病 是吧 这反而为咱们专门服务 人少好 这儿传情好 你希望人多人少啊 我需要人少点 这多静 你希望热闹点 还是希望亲近点 都行 都行 不可以 不可以讲究啊 现在 现在风 有点风 春天有风 你看这个地方 冬天 整体上冷不冷 你们觉得 还行吧 有时候报 今天说不挺冷吗 零下十几度 但是感觉上 没有那么冷 对啊 那天 我不是大寒那天 天局预告 说是零下多少度 结果 我用那个 我把那个温度计 湿度计 我放在那个外面 在背影处 我放了十几分钟 我打开一看 呦 这天局预告 报的不准啊 比它高七八度的 你说这怪不怪 对 对 对 每次看那个气温 都说什么零下十几度 那么冷 对 咱们最低温度 是零下十三度 对 就我们两天 其他时候都是 都挺好的 零度左右 差不多一般的 对 对 那么就两天时间 对 对 好地方好地方就好好住着吧 好好的养养 哈哈哈 好 谢谢你们啊 好好好 来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哎